你好,这里是旧事爱玩股 旧事爱玩股是由玩股网筹备发行 玩股网是全台最大的投资教学与资讯平台 成立podcast是为了让更多投资人 可以接收到正确的投资观念与技巧 成为市场赢家 嗨,我是楚狂人 今天想要来跟你聊一下6%识人语法则 之前讲过好几次的事情了 因为这两年 就是世界各国都已经尝到零利率的苦果 所以说在未来十年都不太会降息到零利率 所以会比较有可能的走法是 常态性会维持在2%到4%的利率 是比较有可能的 资金就不会像过去这么宽松 所以企业的获利跟股市的本益比 也都会受到压抑 这个带给一般投资人的影响 就是原本我只要买进持有指数型的ETF 我就可以躺着赚8%、10%的投报率 未来这个投报率很可能会只剩下4%、5% 这个并不是什么电影的剧情 不是幻想出来的 其实台股跟美股过去呢 其实都已经有真正的是有发生过这种事 你像台股从1990年到2017年 它将近30年的时间 都一直没有办法站稳在万点之上 那美股的S&P500指数 从1965年到1980年 这超过15年期间 指数呢 是完全没有涨的 那投资报处理这个东西是怎么算的 它其实就是买低卖高的价差 再加上配息 那过去台湾跟美国指数啊 曾经碰过的 像刚刚讲的 这个15年到30年都不涨 就代表说 你如果说指数不涨 代表价差就没了嘛 那买进持有的懒人投资法 能够获得的就只有每年配息的获利而已 然后配息你也知道 它长期平均就是每年 这个大概4%5%上下 定期定额买进持有指数呢 就再也没有办法像过往的 这个十几年来 它的这个高头暴率 你想要一年赚个两成三成 或者说是你想要赚三成以上的投报率 你就会需要更积极的主动投资 赚价差这种主动投资啊 其实就是玩股网的强项 玩股网多个社团呢 跟我自己的终极系列课程 主要就是教你如何在市场中可以赚到价差 然后你刚好可以趁这次玩股网周年庆 参加社团学习主动投资的方法 之后无论台股是多久都不涨 你都可以一样从市场中捞钱 除了主动投资在未来十年 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以外 其实啊你经过过去两三年到今年的盘势 你应该很多的看法跟做法都需要改变 从2020、2021年 除了2020的年初因为疫情大跌以外 之后就是全球央行开始印钞放水 股市呢就是多头涨翻天 连涨了两年 那到了2022年啊 大家都以为说市场终于可以摆脱疫情 然后预计还会持续创高的时候 发现竟然通膨控制不住 所以联准会呢就开始暴力升息 然后就股债双跌 从年初跌到年尾 那之前多头赚钱的模式啊 到了2022年反而是大赔 那到了2022年的年底 那时候市场是一片悲观嘛 结果台股美股反而不跌反涨 但是没想到的是二三年啊 走的是盘整向上的年年盘 所以对于做指数顺势交易的人来说 23年其实比22年的空头走势还要难做十倍 那从20年到23年要怎么样才能赚多赔少呢 要怎么样才能财富持续累积呢 其实你就是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多策略操作 20到21年你做波段股票 或者是你做顺势程式交易 你的获利就会很惊人 一年赚个五成一倍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到了22年的空头盘 你做波段股票能够不赔钱就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你就需要同时配置两套三套的策略 有的策略呢就是多头可以赚很多 空头小赔 那有的策略是趋势盘可以多赚一点 盘整盘会赔一点 那有的策略是无论多头还是空头 每天都可以赚多赔少 但是它很难有一波翻好几倍的这种大获利 如果你是只用其中一种的策略 你一定会遇到让你赔多赚少的逆风盘 但是如果你是同时做两三种策略 你在任何盘市都至少会有一种以上的策略是大赚的 剩下的策略就算是亏损也不会让你重伤 你的资产就可以每年稳定成长 你再也不用担心说之后遇到一个什么大空头 让你一次重伤 顽固网的周年庆开始了 你在周年庆一次加入两个以上的社团学习 可以享有最大优惠 一个社团88折 两个社团就一次买两个社团可以通通68折 三个社团更是直接差到61折 而且单笔满5万呢 再想95折满10万想9折优惠 顽固网有七大社团 包含了台股短线波段 期货当冲跟期货波段 还有选择权跟海外期货 所以你可以买一个以做多为主的 好比说东尼的台股波段社团 加上一个多空都做的黑马 期货波段社团 或者是一个军团长短线股票社团 加一个OPman选择权波段社团 或者是无论多空都能做的老余夫 期货当冲社团 加上获利海期社团 反正不管你怎么搭配 都建议你另外加购我的终极波段 跟终极投资组合课程 我的课程单买是没有优惠的 但是你买任何一个社团 加购都可以折1000元 而且一样是可以凑满5万 再达95折 这是一年之中 唯一一次买多个社团 可以直接杀到6折这么大的优惠 还有购买我的课程 也可以享有凑满额折扣的优惠 相较于过去在市场中赔的钱 以及未来在市场中赚的钱 其实学费真的都只是毛毛雨而已 所以你不要再一次省小钱 结果赔大钱 我们之前碰过太多学员 都是一直纠结说 我要不要加社团 然后要不要付这个学费 然后结果他就在市场中 就是他在纠结的过程 最后在市场中赔掉十几倍 二十几倍的社团学费 后来有一天他终于想通了 加入社团以后 学到高手团长们的正确操作观念 跟操作策略 立马就从大赔变成小赔 然后开始小赚小赚 等到熟练以后开始大赚 写加入心得见证的时候 都在说 不知道我之前在铁词什么 要是可以早一年加入 这一来一回 至少是差几十万上百万以上 我把周年庆现实优惠介绍 放在节目资讯栏 你也可以直接到顽固网 你就可以看到活动了 最近重新又把之前看过的 几本书翻出来看 一本是大债危机 一本是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然后一本是好策略坏策略 还有一本是走进我的交易室 这本走进我的交易室 之前有在节目里面跟你分享过 这几本书的有一个共同特性 就是有一点厚度 尤其是前两本 Ray Dalio的著作 厚的要死 但是我后来发现 就是最近有发现说 看这种很厚的书 有一种爽感 你要说是成就感也可以 你要说是满足感也可以 唯一的问题就是书很重 它不太好带来带去 我之前似乎有分享过 看这种砖头这么厚的书的方法 有一个很忌讳的方法 就是说你从第一页开始看 我跟你保证 你看了后面就一定忘记前面 好吧 其实根本应该是看不到 就是熬不到看到后面 前面看一看 其实大多数人都已经阵亡了 或者是睡着了 所以我的方法是说 先看目录 然后挑有兴趣的章节来看 如果看不懂 我们再往前翻 看得懂呢 就继续看下去 简单来说 就是把书啊 看书这件事情 当拼图 挑比较好拼的地方开始拼嘛 因为没有人拼图 是从最左上方开始拼到最右下方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先挑好拼的开始拼 然后越拼越大 然后最后再把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补起来 所以其实看书 也是不用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甚至是不用 就是这本书呢 你就挑你想看的把它看完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着了 你也不用说一定要 就是每一页都一定要看过 感觉才不亏 然后我会一次看好几本书 就这本书看一看 另一本书看一看 反正都是很厚的书 那都是一次看不完的啦 那我就挑我有兴趣的来看就好 还有一个更取巧的方式 就是先在网路上搜寻一下 是不是有人讲过这本书的重点 反正我们就先听过 然后这个他可能已经看完了 然后他还整理重点 然后可能我们先花个五分钟 甚至还可以快转 两倍快转 五分钟 三分钟 听完了以后 就可以更快抓到这本书的重点 那还有一个高科技AI的取巧方式 就是也分享给你 就是你可以用CheckGPT 帮你摘入重点 例如说你可以说帮我整理十个 走进我的交易室的重点 然后呢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 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让CheckGPT 帮忙整理跟直接看末路的效果 其实不会差太多 所以如果你不方便用GPT的 你也可以直接用看末路来解决就好 好 接下来我想要来跟你分享一下 走进我的交易室里面教的这个风险控管手法 之前在我节目一开始的第七集 其实就有跟你分享过一招 叫做2%必鲨鱼停损法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不让你任何一笔交易 有机会亏掉你2%以上的本金 那细节你自己去听第七集 我今天要讲的是另一个 叫做6%准则 必食人鱼法则 鲨鱼跟食人鱼的差别在于说 鲨鱼是一口就可以让我们重伤 可能一口就咬掉我的手或者是我的脚 那食人鱼不是 食人鱼其实很小 它才巴掌大 但是呢 它一次会来一群 所以如果我们在河里遇到食人鱼 也几分钟就会被小口小口咬死 甚至就变成只剩 我不知道会不会剩骨头 反正就是会很惨 交易上 2%必鲨鱼停损法 是不让我们一笔交易就重伤的方法 6%必食人鱼法则呢 是让我们避免一连串的亏损 6%法则是怎么做 简单一句话就是 如果你的账户的净值 是低于上个月底的净值的话 接下来一个月你都得暂停交易 接下来举一个书中的例子跟你说明 你要怎么样去结合鲨鱼跟食人鱼法则的操作法 假设一个人的本金有10万块 他要避免违反鲨鱼2%准则呢 就是单笔他最多只能赔2%或者是2000块 那要避免违反食人鱼的6%准则 就是他整个账户不能赔超过6%或者是6000块 这个人发现 A股票很不错 所以他就买进了 他设定承受最多2%的风险 过两天他又发现 B股票跟C股票也很不错 所以他也分别设定了承受最多2%的风险 他就ABC三个都买进了 他现在呢 就是总共持有ABC三种股票 分别承受了三个2%的风险 所以他总共承受了6%的风险 这时候啊 如果他又发现了第四只股票很不错 他可以买进吗 不可以 因为他的账户已经承受6%风险了 如果三档股票都停损 他就会吃到6%损失 所以说6%法则啊 是就会禁止他再拿任何的钱去冒险 结果过几天 A股票大涨 他把移动停损点 移动出场点呢 往上移 移到一开始进场的成本附近 那因为出场条件已经改了嘛 所以说这时候就算A股票跌回到他的成本附近 然后他就触发他的出场条件了 这时候他卖掉其实也不会亏损 就代表说他没有多承担风险 他就可以把这个原本的A股票的2%风险承受的那个quota 去腾出来 去买进D股票 就是第四支股票 因为他就算买进第四档股票 他一样只有承受BCD三档股票各2%的风险 因为股票A已经不让他会有 就他不会再因为股票A去承受到亏损的风险了 好 再过几天 如果他手中的股票B 亏了2%出掉了 这时候他这个月的总损失就是2%了 他已经实现损失 实现亏损了 那他剩下的 剩下CD两档股票嘛 分别也是2%的风险 虽然说还没有触及到 但是分别是2%的风险 所以即使他出掉了股票B 他也不可以再去买其他股票了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月最大风险就是6% 这部分稍微有点绕 你听不懂的 你可以多重复听几次 或者是你自己去看书也可以 你看 如果你的交易策略 导入这个6%食人鱼准则的话 你一个月的最大亏损就是6% 所以你本金假设是100万 最多就是亏6万 你还有94万 所以不可能会发生那种几天时间就让你重伤的情况 你再怎么样你也不会一次毕业 另一个好处是说 如果你越赚越多 其实你的部位是可以持续增加的 但是如果你表现不好 或者说盘式跟你的这个策略 最近有点就是不太match的话 那本金缩小 那一个就是强迫你要休息 另一个就是等到你重新开始可以交易的时候 你的部位也需要降低 因为你的整个本金是缩小的 这就是我们顺势交易者很熟悉的那句话 就是赢要冲 输要缩 利用调整操作部位呢 来达到这个目的 你想哦 如果你是一个顺势交易者 你学会这一招 你就算今年啊 遇到那种从年初盘整到年底的年年盘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会毕业 因为如果真的手风不顺 你一来你会减码座嘛 二来呢 你会时常得要空手观望 你一次观望就一个月 那不进场就没有伤害 所以去年赚的钱呢 大部分都还可以留住 操作啊 不是说只要学进出策略就好 部位的增减也很重要 你在逆风盘加码座 这个亏损的速度就会非常可怕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顺势交易者 明明他的策略 就是他是很OK的策略 回测起来都很漂亮 但是他自己做呢 就是赚不到钱 或者说好不容易 趋势盘可以赚一点 但是遇到盘整盘 就会连本带立的全部吐回去 那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用部位调整来优化的 我自己操作的时候 也会习惯导入一些机制 来让我的操作可以自然赚多赔少 那我觉得机制啊 对于交易来说很重要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会被交易去影响到他的身心 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套机制在旁边卡着 就好像窗户外面加了铁窗 当投资人失心风想要往下跳 想要孤注一直的时候 他就会被铁窗卡着他跳不下去 所以他就不可能会一次死翘翘 对你想的没有错 多策略操作就是一种让你可以赚多赔少的机制 不是说你每一种策略你都要学到顶尖 都要学到这个前一趴的人 你才可以赚多赔少 而是因为多策略的特性 让你自然而然你就不容易大赔 好比说像是你做两套策略 你自然就需要把资金分成两半 每一套策略呢 你就只会用到本金的五成 所以当单一策略刚好逆风 大赔的时候 你赔的钱就会是原本你只用单一策略的一半而已 好另外因为多策略会要求就是两套三套策略 尽量是不相关的 是不同人开发的策略 甚至是不同商品的策略 所以当一套策略出现亏损的时候 很有可能其他策略通常不是亏损的 要么是持平要么是赚钱 所以我用多策略实际操作 遇到单一策略亏损的情况 通常是其他策略可以帮我赚回来 疫情这三四年来 我都是用多策略在跑 无论是2021年的多头年 还是22年的空头年 还是像今年 是走一个盘整向上的年 我每一年总结下来都是赚钱的 那是我 我每年都可以赚钱 是因为我的操作技术 神到全台湾前百分之一吗 这个我不敢说 但是我觉得根本其实 不需要到什么前百分之一这么强 只要机制有建立起来 自然就让自己处于一个 很容易赢 不容易输的优势中 这就像我在终极实战心法班里面 有讲过一个心法 长期赢家的一个共同点 它就是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当你建立了一套容易赢 不容易输的机制 长期做下来 自然就是只有资产持续成长这一条路 好 那我们主题先讲到这里 看一下听众的回馈 第一位听众他说 先送上500颗星 终于等到突破年年盘 期待波段行情出现 赚到钱呢 要好好带家人爸妈出国放松一下 最近我也开始需要思考 如何帮小朋友建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好 感谢你的500颗星啊 带家人出去玩呢 很重要 留下共同体验跟回忆啊 我觉得这个是太珍贵了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要限制说 赚大钱带家人出国玩 就是我觉得不妨是调整成 如果赚大钱啊 就带家人去玩好一点 飞远一点 但是没赚钱呢 也可以带家人去近一点的地方 甚至是不出国其实也OK 那当然就是也花不到什么大钱啦 重点是家人在一起 一起做一件事情 一起的共同体验 体验是这样 跟不同人做同样的事 或者是跟同样的人做不同的事 其实都可以带来不同的体验 然后都很有价值 然后提醒你 相较于拍照 可以的话尽量多录影 就是会动有声音的影片 会比照片要更珍贵一百倍 好 下一位听众 他说 楚大您好 本人目前为中年大叔 最近呢 公司精简人力 所以要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预计准备明年三月初的一个认证考试 在此期间呢 也想要学习几个社团 先前已经有加入东尼台股社团 现在想要学习齐全部分 初步规划是从大黑马 老渔夫跟鬼道秧三选二 麻烦楚大给予三个 三者所需资金的比较 课程内容 以及进入的难易度 提供建议 目前期货固定做小台机 没有做过指数 选择权跟权证都没有做过 如果操作顺利呢 会找一个较无压力的 正常上下班工作 不过以上课程在夜盘交易量 是不是会有影响 如果交易金额在一百万内 是不是就没有差别 好 大黑马是交期货波段程式交易为主 老渔夫是交期货当冲 鬼道秧是齐全当冲 加上他会有一套 期货的波段策略 资金需求是大黑马 会高于老渔夫 高于鬼道秧 但是即使是大黑马 我觉得初期也是投入 大概三四十万差不多了 也不需要什么多巨大的本金 那老渔夫跟鬼道秧呢 他一个是当冲嘛 当冲的话 就是他的风险是比较低的 然后那鬼道秧 他是有教你做选择权 所以说他们两个的 大概十万块就可以开始做了 那是不是容易学习 这个我分两个层面来回答你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 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讲完的一个问题 一个层面是说 要学的东西多不多 就是课程的丰富程度 那一个是说靠这套策略啊 能够稳定赚钱的时间需要多久 那像黑马社团 他因为教的是城市交易 所以有一些前置作业 会需要你去做功课 当然了社团里面也会提供给你 就是比较简单的 你看到讯号 你在手动下 手动下单的策略 但是社团中精华跟主要的价值 还是在自动化的城市交易策略 所以要学习的内容呢 是真的比较多 但是这是好事情 就是内容是真的比较完整跟丰富 那老渔夫教的是期货当充 他主要就是社团就教你一套 进出的这个判断方法 你看到什么讯号 他跑出来 这时候你就该进场 什么时候该出场 什么时候该加码 什么时候该减码 你就是照这套策略做就好 轨道秧啊 它是以量价关系为核心 所以只要有量价关系的商品都可以做 那社团里面是以做台子期 跟台子选择权最多 但是呢 也有人拿来做海棋 他另外还会教你一套 期货波段策略 那课程内容的多寡 轨道秧是介于黑马跟老渔夫之间 好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完整掌握社团策略的难易度 黑马社团策略呢 它全部都是机械化交易 机械化交易就是很固定 很好上手 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 你不需要去练盘感 所以是最容易完整掌握的 其实说极端一点 就是小学生都看得懂 老渔夫的策略呢 我看起来是 大概95%是机械化 但是有5%左右会需要经验判断 那碰到这5%左右的情况 经验丰富的操作者 跟完全新手的绩效就会有差 那轨道秧的策略呢 需要操作经验的比重会更大一些 它不是说你加入以后就可以马上上手 你会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练习跟熟悉 所以掌握社团策略难易度来说 是黑马最容易 再来是老渔夫 再来是鬼道羊 最后你问我说策略做夜盘 好不OK 好不用担心 以你的资金量来说 夜盘是绰绰有余的 不会有那种什么买了卖不掉 或者是自己拉涨停的情况 好 再来一位听众 他说未来的利率环境 请教厨大 如果未来十年都保持在中高利率的环境下 除了不利股市以外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房价下跌呢 毕竟房贷的利率增高 也会影响到贷款买房的意愿 好 这个问题很好 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但是因为我的专业不是房地产 我的专业是股市跟期货 所以我只能分享我的看法 没有办法保证一定对 你就参考一下 听一听 我觉得房市不能用单一角度去看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例如说 对于豪宅的影响跟对于套房的影响 就不可能一样 对于台北市淡黄区的影响 跟对于偏乡的影响 也不会一样 你像对买豪宅的客群来说 其实之前规定司法人买豪宅要何可 还有贷款的限额只能四成 这个会比较伤 那利率影响倒是还没有这么大 但是对于首购族来说 可能就是另一回事 我身边有买房的朋友 他们的回馈是说 从之前1.3%升到2%以上 就觉得每个月要花很多 就是多花不少钱了 如果还要再往上升 就会真的是严重压缩到生活品质 当然就会逼大家买房的时候 就会多考虑一下 但是台湾的房价比较靠北的是说 大家考虑多一些 不代表房价会跌 也许只是交易量减少而已 然后会纠结的人呢 他看到房价没什么跌 他最后就会摸摸鼻子 去买小一点的房子 反正总价低一点 也就负担得起了 像这几年 就是很多房型 都是给小家庭买的 那夫妻反正也不是一定要生小孩嘛 所以房子就越住越小 走向香港话 就是总价差不多 但是美平的价格持续越来越高 然后房子就越来越小 最后讲到淡黄区跟偏乡的差距 长期来看 都市化是不可逆的趋势 有任何的一个大的 不管是日本 不管是美国 还是哪里都是一样 全部都是都市化 什么叫都市化 就是人口会往都市化集中 所以淡黄区的房子是刚需 自然就是会有买盘支撑 除非是之前刚经过一波的狂涨 然后现在有一个涨多修正 不然长期来看都是涨多跌少 现在有些人会因为房价的关系 反正我就越住越远 但是通勤这种事情它有个限度 你一天你大概花个一个小时 花个一个半小时通勤 花两小时通勤好了 大概也差不多到极限 你不太可能一天花到四五个小时通勤 因为这种东西长期下来会把人逼疯掉 所以还是很多人是愿意用居住空间 去换取通勤时间 好最后 我觉得利率提高比较大的影响 反而是可能在租金上面 因为对房东来说 一个月要多付的利息 我干脆直接转嫁给房客就好 台湾的租金房价比很低 房价既然很难跌 代表租金要涨价的空间就很大 像我自己现在也还在租房子 像我老婆还有我妈 就已经跟我靠北过很多次了 你为什么不买房 然后我就说因为想买的还买不起 然后买得起又觉得不甘心 就只好继续租了 我现在租的房子如果要买下来的话 我算过 大概房价可以让我租接近一百年 最近不买房还有另一个考量 就是因为我两个儿子也大了 一个高二一个国一 所以我们就想说等弟弟上大学 可能他也就不住家里 就看他学校考到哪里 我觉得那个臭男生 他应该也不会想要跟爸妈住 因为跟女朋友住要爽多了 所以五六年后 我的需求也会跟现在不一样 也许就再也不需要住大房子了 所以我就想说 那是不是我干脆再继续租个五六年好了 然后把钱放到我擅长的股市 跟期货市场去翻会更适合 好 最后再提醒你 我不是房地产专家 刚说的都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而已 好 那最后一位听众 他说您好 听朋友介绍您是非常厉害的投资高手 要我先听听您的podcast 请问大哥 我是投资新手 我该从哪方面着手呢 我目前因为对投资不懂 前几天第一次买了一些ETF 请问大哥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 感谢 好 非常厉害的高手这个不敢当 因为投资市场太大了 比我厉害的高手也是很多的 那我觉得新手啊 最简单又不花钱的方法 当然就是听我的podcast节目 你可以从第一集开始听 然后你听完至少一遍以后 你就会了解很多投资市场的运作的规则 然后以及要如何从市场中赚钱 那你听一听如果有遇到问题 你可以私讯或者是在applepodcast留言给我 那你我觉得你可以先这样跑跑看再说 那你没有听个一百集啊 你就先不要再投钱到股市里面会比较好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里 OK就这样拜拜 拜拜